准总统蔡英文找林全担任行政院长 未来要怎么拼经济备受关注 就有财经学者认为 目前两岸经济依存度很高 新政府要如何改善产业结构 不但是重大政策也是一大挑战 总统当选人蔡英文16号以民进党主席身份 主持民进党中常会并邀请准行政院长林全宇惠 和民进党中常委们见面 林全组阁被各界赋予期待 希望能改善台湾现在的财经困境 林全也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他在前往民进党中常会前 就以民进党智库执行长身份 听取智库经济小组学者们的各项建议 尤其目前两岸经济依存度过高的状况 被学者认为是新政府的一大挑战 一来是过度依赖中国 二来是过度依赖这种廉价的量产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我们过去是抱于很高的期待 但是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经济的情况 并没有因为过度的跟中国连结而变得更好 反而长期来讲 低新化的问题变得非常的严重 产业的升级转型的速度也不如预期 可能不是一两年可以解决 但是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还没有办法解决 恐怕人民对新政府的信任度也会打折扣 据了解新政府还在努力 希望能从产业界找寻经济部长 以确实了解产业困境并加以改善 而产业界也希望未来新政府能说明两岸政策 以了解可能造成的影响 并希望能改善国内的产业环境 两岸方面也希望说他们能够真正的维持现状 但是这个内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更确定的 知道是怎么样的路线 还有就是投资环境很重要 但是你一旦又提出这个加税的问题 已经环境都不好 再加上雪上加霜抽银根 是大家很担心的 产业界具体希望新政府能解决资金市场 以及税制税率的问题 这也关系着产业的生存 以及国际竞争力 财政学者出身的林全 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提出药方 就像林全自己所说的 没有蜜月期 记者张志雄 刘翰林 王新中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